大家好,我叫山姆大叔 没想到我的画作这么受欢迎 竟然连PC都觉得我的画厉害 还帮我推进了更高级的画室 来看看今天画个啥 第一个,又是035和019 到时候可以魔改一下 第二个是传说之下的小骷髅 这个也不错 那么今天的画画就开始吧,出离啊 先我简单的线条画出035 我去,先不说线条这么潦草 这玩意儿看着明显跟小妖记闪呀 呵呵,这就是我的小彩蛋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继续画出019砸头的动作 基本线条搞定后就开始上色了 先把019的颜色涂上 继画出线条 再补上眼睛 接下来就是手臂,身子,面具下的黑色 还有小黄叔,全部搞定 还有我 我当时要看看你的画是什么样 放心,这时候我给你找了一个强大的素材 先画出面具,然后再油画一下 MOMENT LATER 我去,这也是173 怎么样,这个素质不错吧 大叔你竟然让这玩意儿在我头上 你完蛋了 我操,溜了溜了 接下来就是传说之下 老规矩 先简单的画出各个角色的线条 中间这个老蛋,你确定不是张鱼哥 诶,别说,还真有点像 那上色的时候就稍微画小一点吧 这么大应该合适了吧 这样看着还差不多 那就行 继续上满身体的其他颜色 因为这次的颜色比较充足 还能画一点衣服的阴影 接下来再涂翻其他颜色 诶,这样看着还蛮像的耶 那必须的,我看看是谁出手 不过这里最细的笔都是这么粗了 那细节的部分就只能随便画画 然后再稍微处理一下 完成 你这骨头,怎么画得跟豆芽似的 哎呀,这样显得欣欣向荣嘛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还想看到大叔画什么呢 就在评论中发出来哦 有些人图片 话说,这次应该没人打我了吧 哎呀